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准时收看江氏老的辣 那这个盘啊 每次在大底的时候 大家就在想说 为什么会不会外资啊 开始来卖台湾的股票 大家都会这样去想 对不对 那昨天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你看大盘这样跌 最多跌了一百点 最多在这里跌了将近一百点 然后一路一路拉上来 缩盘的时候只有小跌二十七点 结果看一看 外资还是站在买超 外资还是站在买方 又是什么 又是国内的投信 又是国内的自营商呈现你的大卖 所以观众朋友啊 这个东西来讲怎么样 你就可以看出来什么 这外国人啊 就是外资嘛 现在开台湾的股票 觉得台湾的股票很便宜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那我们台湾来讲 包括投信那样 包括自营商也好 就感觉台湾的国品 很贵的一直卖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那谁会赢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大盘 从这一波的低点七千六百二十七一路一路涨 我们就算昨天的收盘价 八千七百八十五点 涨了多少 涨了大概一千一百点 也就是说涨了这一千一百点之后啊 当然在这里的时候是内外资同时看好了 那涨到这里的时候啊 变成是 哎 我们现在的内资啊 感觉这拨可能要修正了 但是外资还一直买一直买 所以你给他看 就留下一个一个很长的一个下影线 很多投资朋友说 老师你怎么看 我怎么告诉我 你听好观众朋友啊 我们只有打连线出来就好 我说目前的连线啊 观众朋友给他看啊 他在这里 短线震荡难免 短线在这边 你就就马上要上去啊 可能性不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个连线目前还是往下 往下就是有他的压力在啊 也就是说现在在扣底的位置还是在高档 但是你如果看 二月份出来的 我们的外销接单的这个数字 还是在衰退 他跟你讲说什么 五月份之后啊 可能才会转成正成长啊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 老师那收益都这样卖 他这边应该是要下来才对啊 结果我在分析的市场 我不是这样分析 因为数字都是那么差 所以他会往上 为什么 因为你看将来的数字会变好啊 投资兵员你听有没有 所以我们做股票是在看未来啊 想要做股票大家没得贪到钱 因为你都看过期在做股票 那个数字不好 你想看看我们外销出口的数字 已经连续十四个月都衰退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那观众朋友你去看 你给他看哦 这个台积电11.82 这个获利是近期新高吧 这个大力光获利一百八十块 这个大概是台股上市贵里面赚最多钱的吧 你去想每一档每一档上市贵 因为去衰退十四个月嘛 也就是说从去年一月份 他就开始衰退了嘛 那为什么他可以交出这么亮丽的成绩单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都给你可以看 这红海到第三季已经赚了六块钱 老师你都说一说点出过来 我们来看 这个富邦金到去年第三季赚了五点六八 到第四季赚了六块钱 有没有 国泰金 老师你都说一说金鸣国再看下去 这个台数 赚了多少 四点八五 这蓝牙赚多少 赚三点八五 是怎么这些上市公归公司 十金贪的都贪不错呢 观众朋友你有注意吗 这个都是在衰退的过程里面 他交出这么亮丽的成绩单啊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外资看好 因为怎么样 目前台股公布的这一些 要配股配息的啊 这数字都很亮丽啊 所以观众朋友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大家不要忘记悔薄 我们自己的公司这么好 大家都不买 钱都叫外资贪贪去 将来配股配死的情都是谁 都是外资人 赚在口袋里面准备要绕跑啊 所以你在这里来讲 你不要去看那个经济数字啊 股票它涨上来 它这一波 它会这样涨有它的一个背景啊 那它在这边震震荡荡来讲 就有很多好的股票 它继续要涨啊 你就去找那些股票就来了 有没有好的股票 我们先从过去来看啦 它就怎么有出现 在这里来说这个股票不 来 这个是1月1号跟大家讲的 3293的心象 在这里 跟你讲说 今年的业绩猛啊 老师你家明年呢 因为我写的时候是2015年 因为我是12月底写的啦 所以在这里观众朋友 做一个税名之类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啊 也是一个比误 但是因为比误 每次我在这边要跟大家 做一个说明啊 来 让它看 我们12月底的时候 12月份的业绩还没有出来 12月份成长91% 1月份的业绩成长141% 2月份的业绩成长152% 那都呈现100多%的成长 你觉得业绩猛不猛啊 不是这样啊 观众朋友 你看它的K线啊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跟大家讲的 我们是在1月份这里 跟大家讲的 你看一路一路这样涨上来 涨到这里的时候就跟你讲说怎么样 因为它动不动就被警示啊 所以我跟你讲说 它在这里整理的时间要拉长 有没有拉长 它从2月份到现在 几乎已经都没什么涨了哦 观众朋友 你有看到吗 几乎都没什么涨 是不是就如同我跟你讲的 在这个区间整理 区间整理要怎么操作 区间整理来讲 第一个 你如果说你感觉在那儿呢 每天赚一点点 你做的觉得不过瘾 你可以留一些基本持股 把另外的一些多的这一些啊 转到其他去赚比较快的 或者说你怎么样 几点的时候你进去买 然后几掌的时候你做一个出托的动作 这个看法到现在没有改变 不是说我说 老师你说了真的很準耶 他就 真的好像很乖 就在这边做一个震荡耶 观众朋友 你什么时候会东山再起啊 等到他这一个连线 拉拉拉拉拉拉到这边的时候 观众朋友你有看到吗 我不要讲得太明了 你如果说有空 我的节目你继续看下去 我来来讲 但是在这一个连线还没有拉上来之前 他在这里怎么样 不是说他会大跌 会在这边做一个震荡整理 这一个震荡整理 不是说他会压着买 压着做好 但是技术民败 技术民败是怎么败 因为一期就中情识 不是只有这一档而已 我们再来看这一档 FVHQ 我们跟大家写怎么样 观众朋友你给他看 他是什么 现在大家在讲的文创 文创的新兵 什么时候跟你写的 观众朋友你来看在这 2月6号到2月19 刚好碰到我们过年的时间 这个可以是说我送给大家最好的一个过年的礼物 你来看 比如我2月份在这里 130块 你看一遍啦 观众朋友你看一遍啦 有没有 在这里嘛 在这里 130 126.5 他这样涨涨涨涨涨涨到多少 涨到193块 欺多少 欺60块而已 涨了四成多 观众朋友 所以说你说现在好不好赚钱 你说像这个股票 你这样买上去这样上来 这样好不好赚钱 你说我们讲的心象 130涨到280 265 这个这样涨一倍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你说好贪啊 没好贪 而且这些都是我在这边可以让大家去做印证的 所以观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 也许你如果说 看很多人就看指数在做股票 那是不对的 因为现在很多具有特殊题材的股票 它的股价目前在低档区 就好像在这里而已 有些股价才刚刚突破它的连线 而且今年的业绩成长幅度会很大 今年获利成长幅度会很大 就好像刚刚在这里 比如说老师这期很多 我买了 有很多股票在这边 那像它业绩成长幅度这么多 这个整理之后 它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不是只有这个 你给它看 比如说这个像双红这个 它去年这个时候股价再多 再14块 去年8月的时候股价再14块 最多等到91.5 这股票就这样起来 我认为你有看吗 所以在这边 我跟观众朋友跟你讲 就是说 现在指数在这边震荡难免 但是你要减股票 你要胜选股票 你如果不会选股票的 你在这边来讲 你会感觉很无聊 因为股票不去 但是你懂得选股票去做多的话 诶 这一档 这一档我是没有啦 长得比我的心象还多 对不对 观众朋友 这都不是 诶 这个成交量都很大了 都好几千张 好几万张了 你给他看 你给他看 所以现在我要来讲的 你不要在乎指数在这边震震荡荡 指数会震荡 这个是难免 因为我跟大家讲的 目前在连线这边 你等他连线持平之后 涨快另外一波的一个攻击 重点是什么 减好的股票 减有特殊题材的股票 就像我跟你讲的心象 我跟你讲的VHQ 这都是大 有钱人要买的股票 你买到这个股票会怎么样 诶 好像涨很快 所以观众朋友 你如果不会操作 你看我的电视节目 你在那边看 你在那边看 我会觉得 你会越看越想起 人家说股票就要准 你为什么不赚钱 你还要继续在外面看 你就去看 你如果觉得说 我们讲的有道理 要赶快赚钱的 你就赶快进来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在这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起铁 请用起铁五分猪 五分猪 好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 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的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头顾 27年来 一直秉持 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盛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 3777 2578 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穿市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休息有online 额排气密窗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内地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当然现在股票真的还很多 重点是怎么 你敢要来谈 你如果不想赚 你永远在这边看 你都不要进来 为什么 等到有一天你忍不住啊 你未来是说 人家在隔壁的 人家买信像贪一倍 人家买什么贪多少 人家买每一Q贪多少 人家买操纵贪多少 等到有一天你忍不住了 人家都贪钱都没贪到 你进来你要找的什么 你要找的股票越来就越困难 因为什么 第一你没贪到钱 你的心会怕 心惶惶 我们再给各位看 在我们讲信像的时候 然后涨到这边的时候 我为什么把它停留在这里 就它涨到一百九一百八的时候 很多人说老师 买不下了啦 你也找这心向第二 让我们看一下 观众朋友有还是没有 各位把这个日期记起来啊 二月十五号啊 我那个时候找一档股票给大家 就是这支啊 三六六二的二升 三六六二的二升 二月十五号在什么价钱 来 我们再看看 在这里 二月十五号在七十四 七十五块多 那个时候刚好公布 他二月份的业绩啊 那不是二月份 一月份的业绩啊 那业绩是很壞的 观众朋友 你看看 那个业绩有没有 一月份的业绩 本来是二点四一只 剩下八千七百万 为什么在业绩很不好的时候 我去推荐这一档股票 因为我在这边 有跟大家讲过 你给他看哦 观众朋友你来看 他去年拭目十五点四亿 而且那个时候 他要怎么样 他要发行第四次 第四五可转债 我跟你讲说 从这个可转债 发行的时间来推算啊 他快要定价了 讲到什么定价 我不是公司的人 我怎么知道 我如果知道就内线交易了啊 观众朋友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有跟大家讲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从 这个我们经管会通过 然后到他设立了 这个我们的这个 保管银行跟存款银行 然后呢 大概的时间 我们抓得紧 几天几天 差 已经差一两天而已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跟大家讲 你给他看啊 结果他什么时候出来 来 观众朋友你来这 二月十九 转换价定出来了 二月十九这一天很重要啊 为什么 因为他定转换价 结果来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二月十九在哪里 在这 结果呢定价之后啊 二月十九刚好是礼拜五啊 定价之后跳光涨停涨停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涨到这里 我说不要去追高 为什么不要去追高 我们在分析不希望去追高 就是观众朋友你追高 你贪不到钱 他说什么 万一他这个股价 去去你说啊 我买在这里套了 然后套了一二三四五六 套了六天 如果说他再回到这一个价位的时候 你说哇 我买到我解套我快出出来 为什么 因为套了六天套了七天 好辛苦哦 对不对 所以我叫你不要追高 拉回五日线啊 我再把五日线打出来给观众 给观众朋友你看 来 拉回五日线我们来买 在这里 很好买的 那时候是怎么很好买的 我那个时候跟大家讲的理由 就不是这样了哦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的理由 就是说这间公司 它去年私募 加上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的可转载 加起来差不多五十元 他要做什么 观众朋友你看 他要收购同步网路 这个公开资讯站 都看得到的耶 我在讲的时候 都没人在讲 为什么 因为我都讲在前面嘛 我所有的东西 都跟你讲在前面 那我为什么把它定为 这一个心向第二啊 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有没有 它的高档在这里 多少 一百九十几块耶 你看它 它平均的均价 大概在一百六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时候 他如果说 他没有企图心 他今天去举一下 他没行动 业绩一直衰退下去 你也不能去买哦 但是人家不是 人家所中握有了 五十亿的财币啊 要去诟病同步网路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 观众朋友你看看吧 他还是我们国内的什么 VR概念股啊 它是目前我们知道 Sony的这个所谓的VR Sony的定价来讲 只有宏达电的一半 那Sony 我们现在翻译成索尼 它在台湾唯一认证的厂商 就是热生 现在大家说VR概念股 我说那个宏达电 那了钱 今年了18块 今年又没法探钱 股价涨到一百二一百三 这个VR概念股 它也是VR 而且它是跟日本的Sony合作 而且它是日本Sony 在台湾认证 唯一合可的厂商 我说这款公司真的怎样 我说这款公司 你是在这里买 又拉回了 我就没有你去看 又把它放大 你又拉回五十线这边买 风险有限啊 所以这里没有买到的投资朋友 我叫他在这边去做买进嘛 你如果早一点来 在二月中旬 就是过年刚过来 你可以买在多少 买在76块嘛 结果他昨天怎么表现 观众妹你看 昨天开 拉上去 然后呢 AAA震荡下来 在这平盘阵阵阵 尾盘又说最高来到多少 来到一百二十二 尾盘又用了八百八十九 去说来到一百二十二 你如果用76块买的 观众妹有 七十六块买 你已经买多少了 看四十八块 赚了几成 六七成 那如果用老师 我就较晚来 我就在这买 我们用96块讲好了啦 96块你现在赚了多少 赚了二十六块呢 短短几天的时间 你在这买买得对 观众朋友 三月十五到现在 有几天的时间 我不是他涨上来 我才这边跟大家讲啊 结果我这一次也有写啊 有没有 热生 在这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热生 我也看到很多人都说 他就是心向第二 他怎么样 他介入这个VR概念股 他什么三国无双怎么样啊 那他在这里 这边在底部这边很好买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 大家人都不想说 所以 你就知道说 那个不同在哪里 你如果说在这边 跟我去布局 你现在很高兴 因为这买多少 这买四十六块啊 涨了六成多块七成啊 你如果在这边布局 你可以赚多少 赚二十六块啊 二十六块几乎是要三十趴啊 观众朋友说 很短的时间都让你赚 而且每天每天在这边跟大家讲 他就是我认为的心向第二 而且我跟你讲说 你如果心向有的资金 你保留基本持股 你把那个资金拿来这边 你是不是赚得更快 这就是操作的艺术嘛 所以看到热身 我真的是很快乐 为什么很快乐 快乐升起啊 快乐升起啊 真的有内心啊 我觉得说 我的这一些 这一些我的尊荣会员啊 每一个一定很高兴 因为这股票贴啊 在这里你看 这七十六块 贴起来在这里 来到一百二十二块 你管大盘怎么震荡 大盘震荡跟他有没有关系啊 而且在这里我就跟你讲说 他快要动了哦 为什么快要动了 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嘛 所以看到热身啊 我觉得说今天大家都很快乐 我知道观众朋友哦 你没贪到钱 我说我很快乐 你也快乐不去了 但是我今天要给你快乐 为什么要给你快乐来 看到热身是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大涨 这个是我昨天写的它涨停板啊 今天怎么样 今天又大涨啊 快乐升 大家都很快乐 你如果热身快乐 从你内心里面哦 升起来啊 在想要做发愈的 连你做梦你都会微笑啊 所以你现在来讲没有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们给你什么快乐升级啊 我知道你都要不贪不到 你心中要告一 一句话 人家在看就有了 人家都有人说 还是怎样都没错 没有关系 我这一次啊 特别怎么样 用一个叫做快乐升级 看到热身这样大涨 短短四天的时候 涨了二十四块 看到这样我很高兴 我也希望你可以欢迎 所以说今天来讲 我给你一个什么 叫做升级活动啊 你今天参加一帮会员 我都给你升级到特别的会员 由我亲自来跟你带 而且今天我也认为 有一档很好 今年我听到 题材很好一档的股票 股价很低哦 二十档的股票 哇这个题材啊 如果你打电话进来 我来说这个题材 很好的 你要进来布局 今天你出 你今天来参加我们团队成员的 不仅仅说我给你升级啊 就是说老师我买了 我现在资金较少 没有关系 热身我买不去 很多人说老师热身我买不去 没关系 这支股票叫二十档 第二点来讲 就是说你今天参加 我给你升级 我参加一般会员 我用特别的方法 跟你搶 因为我 我要让你搶一个 做一个 探一个大宝团 不要让你探一束束 你就照应 你探不到就没意思 所以说看到热身这样大涨 你也不要羡慕说 老江你的团队成员 或者看我们电视 也许你都已经赚到 你要回馈老江 老江也很高兴 因为这探钱是你应该有的 但是这支二十几块的股票 我今天没拿出来 我就是要担什么 担这些金仔 你来这些 没担到热身的人 让他来参加 我就升级 我们优先代理布局这一档股票 你要做的 很简单 就是什么呀 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时间的关系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线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知晓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吹记贴啊 请用记贴五分之 五分之 好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资 共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资 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资 27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长盛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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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资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北都PiPiNet 超值游会双小炮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业富真的只要690 加一点